北京时间10月23日下午,U19亚青赛小组赛第二轮打响,国清队阵沙特,比赛还没开始,西丁克就早早来到了现场。 此外,西丁克助手孙金涵也来了,值得一提的是,此一对于国清来说是生死战,但看台却很冷静,西丁克昨天就来到了亚加拔,他此行的目标很明确,为了继续壮大U21国奥的实力,西丁克希望在亚青赛上发现中国足球的有幸鸟子,如果U19国清友人表现出色,西丁克会把他们提拔到国奥,被战东京奥运会。 对于国清来说,今天的比赛是生死战,如果再输,国清提前出局的可能性很大,小组赛第一场,国清领导以布迪塔吉克斯坦,加上西丁克度战,此一国清表现让人期待,西丁克兢兢兢兢,他早早来到现场,至少提前了15分钟。 在看台上,西丁克和身边的人聊着什么,而助教孙敬海也和旁边的人在聊天,可以看出,孙敬海已经成为了西丁克的左膀右臂,希望这位西日国族民宿能够在世界名帅身边学到东西。 此前,西丁克曾表示,他知道中国国奥小杀入东京奥运会的难度极大,甚至是希望渺茫,但他接受了挑战。 现在,西丁克希望在U19国族阵中,找到能够提升国奥实力的球员。